坐标多伦多五区 超过25年的勺药和玫瑰 当我搬进这个房子的时候 这颗勺药和这颗玫瑰就在院子里了 没有人给它们浇水和施肥 每年安安静静地发芽 长叶子 5月底或6月初 勺药先开花 晚勺药几天 玫瑰就开起来 花后勺药的墨绿的大叶子 在夏日的阳光下闪闪发亮 是别样的美丽 玫瑰花会重复开花 一直到10月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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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